英國倫敦大學端 有兩個人跳船了 英國的資訊委員會 也有兩個人跳船了 非常特別 而這幾個人都是我們 所謂的死硬派 就是一直在擋 一直在躲 一直在邊謊言的人 這兩個人都下臺了 而且下臺的很不尋常 一個Kid Good這個人 在倫敦大學他叫做 最後名字叫G-O-O-D Good 顯然不太好 她是博士哦 她在這個資訊跟法尊 這個位置上面待了十年 莫名其妙的離職了 而接替她的是一個大學畢業 沒有很深的資歷的一個女士 就是那個吃了城市豆沙包 講了幾句實話的那個Mia Weather Suzi Mia Weather 可是現在最新在倫敦端 又很特別 就是當你再去問的時候 這個Suzi Mia Weather不講話了 在2019年10月8號 去弄了一個假聲明 什麼LSE聲明對不對 那個聲明到今天為止 竟然成為英國資訊委員會 英國倫敦大學 英國的行政法院唯一的物證 唯一就是這個LSE 他們給的理由也是說 也是這個 哎 倫敦政經學院 2019年10月8號的聲明 所以這背後有一個中央廚房了 所以現在林環牆呢指導黃龍 就告訴你說 來 我們已經證明你這是假的 請你們下架 因為他為什麼 林環牆教授為什麼做這個動作呢 這跟後續的法律訴訟都有關係 如果今天倫敦政經學院被告知了 這個是假的 你不願意下架 不回應 將來我們在英國端的 民事刑事的求償 你可能可以閃避的空間 就會非常非常的小了 那個時候你不知情啦 或者是說這個事情還沒有查清楚啦 這個都不會成為藉口了 所以你會直接進入賠償的程序 你已經沒有抵賴的空間 把關鍵的東西塗掉 然後剩下的東西給大家看 他給了這麼多的信件 其實不外乎 跟他2022年的2月3號的 那一個Official statement 是一樣的意思 表達三個意思 我把它整理起來 第一個就是說 哎呀 檔案中我們說有啦 蔡英文有學位啦 第二個就是 但是他的論文啊 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不見的 但是曾經有看到一些蹤影 跑來跑去 但是總是就是不見了 好 那第三個就是說 年代久遠啦 那些我們要去追問的單位 也已經猜測了 人也做股了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一次回答你就這樣子 這像是一個全球的百大名校 面對一樁 先受到跨國訴訟 不明不白的學位 的一個正常的態度嗎 好 那他們在這個正常的態度之後呢 他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現在大家再去問 宇宙這個不管是宇宙政經學院論文們 開箱的朋友們任何人 再去跟whadudendo.com提出 蔡英文的論文的時候 他們一概不回答 你看心虛到這種程度 因為我跑的不是一家喔 我跑了Sandy House Library 總圖書館 也跑了IALS 兩間圖書館 我跟圖書館員的對談全部錄下來 而且我不打草精神 我就當成是一個一般人 進去查這本論文 所以出來跟我對答的 都是最基層的圖書館員 他們用圖書館員最正確的方式 來查這本論文 告訴我說這本論文 Never received 我還特別問他說 有沒有可能是missing 他說No 他說在我們這個圖書館裡當中 Never received is never received missing is missing 他們不同 掉了就是掉了 沒有就是沒有 沒收到就是沒收到 這兩件事情是不會混淆的 我在英國行政法庭呢 透過視訊 那我為什麼要集中到一個地方呢 因為我們跟這個其他的 相關的當事人要同一次 一起在這個螢幕中 出現在英國的行政法庭 好啦 那我這個 開了十幾個鐘頭 好 我到的時候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呢 他就跟我做人別訓問 然後知道說我是 Universal Wisconsin畢業的PhD 然後知道我曾經做過什麼事情 好 這第一件事 證明我不是路人甲 那我具有足夠的能力去證明 我所證明的事情 好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要證明說這個證物是我取得的 而且我切結確認這個證物沒有造假 好 什麼證物呢 就是我在2019年的10月16號到19號 到英國的倫敦政經學院 以及倫敦大學整個繞了一圈 從他的門房收發室的那位老兄 我全程都錄下來了 我訪問他 問他有沒有Taiwan Research Program 在英國倫敦大學倫敦政經學院的編制下 有沒有台灣研究計畫室 那這個計畫室的分跡是多少 在哪裡 我那時候本來想說去跟這個 台灣研究計畫的那個施呼嚨師小姐見個面 來個這個真情的擁抱 謝謝他惠我良多 如果沒有他的話 我不會如此這個聲名大噪 成為台灣史上的最紅的通緝犯 結果這個老兄呢 應該是一個北非這邊的人的 已經帶了很濃厚的口音 然後就打電話到各單位去說 問了一下 最後跟我說 I'm sorry no Taiwan Research Program 就是跟我講了一下 就說我們沒有這個單位 好 那我隨後就跑到了 英國倫敦大學的IALS 叫做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然後我還到了Sandyhouse Library 就相當於英國倫敦大學的總圖書館 我還辦了一個閱覽證 那個閱覽證呢 我也拿出來給大家看過 然後那個將來一定要留來做紀念 然後我進去裡面以後呢 我就要求找蔡英文的論文 然後同時我拿我的手機 把我搜尋的過程都拍下來 那這個Liberian這個圖書館員 很清楚的告訴我 用人名查用圖書的這個論文名字查 然後我還怕他搞錯 因為外國人常搞不清楚我們的名字 Last Name還是First Name啊 就像到底是英文蔡還是蔡英文 你不小心人家會把英文當成你的姓 我用各種組合的方式 還包括了各種關鍵字 我把他的整個論文的名字 把它拆解成一個單字一個單字 用關鍵字查 然後用哪一年去查 用哪個系去查 通通都查不到 我還問這個圖書館員說 是 對 就是沒有 我還問他說 是有可能的失去嗎 他說沒有 斬釘截鐵告訴我沒有 他說因為 沒有收到和失去的不同 你知道英國行政法庭前面 做了幾個判決 他的判決內容 我們先不講什麼叫贏什麼叫輸 因為判決這個東西很難講輸贏啊 因為他在裡面有很多爭點 有的爭點他同意你 有的爭點他不同意你 好 那整體來講 論文能到現在為止 我們在英國行政法庭 假設我們叫做判輸好了 判輸的理由都只有一個 就是我就跟你講 英國倫敦大學沒有啊 沒有沒有沒有人家怎麼給你 所以呢我們無法提供 這是我們判輸的原因 所以很多人不明就理說 你看你判輸了 不 英國倫敦大學 表明了我沒有蔡英文的東西 所以你別找我要 包括他是什麼探討員啊這些東西 有的就是說這是隱私 有的就是說我是沒有 那麥克爾瑞赦森呢 就用各種方法去逼近 最近不是施威權幫的大忙嗎 林環牆教授去問 就馬上問出他的兩個指導教授啊 還意外問出案外案說 弄了一個台灣的教授 去當他的外部指導教授 就是下注酒 而且你說蔡英文的這個是隱私 就不合理啦 對啊那同樣是英國倫敦大學嗎 怎麼可能是隱私 所以接下來英國法庭 要去面對的事情還很多啦 他沒有辦法回答嘛 所以他必須要一步一步的走向 探究這件事情的真相 按照現在這個英國行政法庭的要求 28天內你要說實話 那彭P你覺得28天真的就 要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了嗎 好我這樣說 今天一個這麼簡單的東西 你知道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倫敦大學 反正他們兩個就合為一體了 我也不說誰的責任 糊弄了我們不是28天 是兩年8個月啊 你看我們從2019年的9月份 就開始不斷的寫信去問 其實更早 我為什麼說9月 因為9月以前 他們回復林環牆教授都還在說實話 他們那時候都還有老實數 所以才會發生很多什麼 畢業證書必須是要同一個簽名 然後也一輩子只能補發一次 然後圖書館沒有蔡英文的資料 而且我們呢這個學校也沒有 9月份以前講的都是真話 自從9月份以後 這個犯罪集團包括了調查局 包括了法務部的人 在英國這一端去串政之後 開始有一個大逆轉 所以我說這個案子啊 到頭來被揭露之後 一定有人在英國這一端 會被判重刑 因為除了做偽證之外 我不相信這些人 是沒有拿到好處的 所以這裡面後面牽涉到的東西 會超過這個 你我今天所看到的 所有的這個局面 那這些東西在英國的 宇宙政經學院的幾個董事們 他們都已經在做了 所以到頭來 一定會在英國端跟台灣這邊 都會有人被判重刑 結果今天啊 你去看這個判決書 很好笑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開始跳船了 第一個他說他不要加入這個訴訟 他可以提供資料 問題是他是這件事情 涉案的人本身啊 他躲 他準備跳船 那因為行政法院是這樣 行政法院沒有強制人處罰他 或者是要他這個坐牢 或者是要他賠錢 行政法院沒有這個權利 他就有命令你 說你做這個決定是錯的 你違法 你必須更正補證 好 另外你會發現 在LSC倫敦政經學院提供給 行政法院的相關的證詞當中 出現了非常有趣的一個東西 第一個他說 我們也不知道這些資料怎麼來的 他是 accidentally 他就很這個不巧的就在這裡 然後呢他又說我們是在一個 很快的情況之下 這個一眼看過去的情況之下 造成的可能不正確的結果 所以他今天把一切東西呢 都推給了忘記吃葉黃素 那希望用這個方法能夠脫醉 而且後面還講了很多很好玩的東西 就是說他說 就是說我們也因為這個 我們所提供的資料都是掃描的 就是說都是用這個掃描的 因為掃描的關係呢 我們看到的資料是沒有辦法去做 這個關鍵字搜尋的 因為你知道掃描的東西 都是PDF檔這些東西 所以我沒有辦法像Word檔一樣 去做關鍵字搜尋 以至於我們在這些資料的掌握當中呢 出現了一些可能不正確的 或是不正確的情況 所以你看倫敦大學的這個 倫敦政經學院現在做法 真是很可笑 他現在推給科技啊 推給眼睛不好啊 推給這個掃描文件不清楚啊 推給不知道這個文件哪裡來的啊 怎麼會突然出現在我眼前被我看到呢 所以我就說28天後 我得這個抱著看笑話的心情 再看看他還能講什麼笑話 這個超級宇宙霹靂無敵的笑話 我們真的要把它整理成色以後 向全世界的媒體放送 現在這個判決書上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已經下船了 他跳船有幾個跡象 就是法院有要求 倫敦政經學院說 有邀請他說 你要不要成為訴訟的一方 他拒絕了 他說他只願意提供證據 然後提供一些他手邊有的證物 他不想成為 這個整個訴訟的其中一方 那我這樣看這個事件 如果今天倫敦政經學院是被冤枉的 他是完全就是一個不知情的被陷害的 那麼捲入這樣的一個風波當中 他一定覺得說好 我要站出來討個公道 我被賴了 我的學校的效益被打擊了 我一定要站出來捍衛 那他絕對會成為訴訟的一方 今天他自知理虧 他不敢 他拒絕成為訴訟的一方 因為這件事情訴訟的一方 事實上是 Michael Richardson是上訴人 他上訴的對象是英國的ICO 叫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Office 叫英國資訊辦公室 或者英國資訊特任官辦公室 或者英國資訊委員會 看你怎麼翻譯 好 那現在為什麼扯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呢 是因為英國資訊委員會 他所得到的訊息 也全部是他去跟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跟英國倫敦大學要的 所以英國倫敦大學跟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他們將來會有偽證的問題喔 因為他們提供了偽證給英國的 資訊官辦公室或者資訊委員會 以至於資訊委員會做了錯誤的判斷 駁回了Michael Richardson的申請 決定不給Michael Richardson相關資料 這件事情被英國的行政法院判定敗訴 命令他們交出資料限定28號以前 12是不用講廢話的 因為我們就是因為不接受12這個理由 有什麼個人隱私啊 沒有公共利益啊 所以才達到了二審嘛 那前面也被推翻了嘛 因為我出席了法庭嘛 我出了視訊 我跟他們說明了說 我今天已經是一個 誹謗罪的被害人了 我被這些隱秘的資訊給害了 所以這個東西有沒有公共利益呢 當然有啊 就是因為他不揭露 所以造成很多可能像我這樣的人 陸陸續續都會因為討論論文門 而遭到司法的迫害 這怎麼會沒有公共利益呢 還有這不是隱私 這件事情早就已經被其他學校 的這個公布口試委員的這個慣例 給這個打消了嘛 而且那時候法官說 這個事情是隱私嗎 你們不是都已經 找了這個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務經理 告訴台灣的法官說 他的口試委員是誰 你們不都已經講了嗎 而且在這之前 蔡英文不是也說OK嗎 所以你們才把這個名字 透過律師給了台灣的法務部嗎 那這怎麼會是隱私呢 所以你們趕快講吧 我給你28天啊 你趕快講你趕快講 結果28天還沒到 又曾孝偉 不是28天到了他不回覆 再給他30天 那又曾孝偉 他又把1跟2再講了一遍 又跳了一次針 但是這次比較好玩是第三樣 就是會造成口試委員巨大的壓力 那我們就要看看 最後又到了行政法庭 這個法官Alice McKenna 看到這個會不會笑場 然後他可能 我要看他怎麼問 這個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說 為什麼公佈口試委員 會造成極大的壓力 這個我們等著看好戲吧 提到所謂的YY就是 他一開始說他只有兩個口試委員 一個叫做Michael Elliott 一個叫做Leonard Lee 這是在2019年的說法 結果被宇宙政經學院的 這些非常厲害的柯南發現 這兩個根本不可能 因為XX是他的指導教授 在英國的體系當中 指導教授是不可能擔任口試委員 這是要回避的 否則的話就會變成是 變成整場輸出 一個人決定了你的所有的學員 這是不可能的 這是不可能的 那麼 第二位這個Leonard Lee 這更是不可能 因為他是專長是刑法 Criminal Law方面的教授 蔡同學的東西是 經濟 國際貿易 這個關稅 貿易壁壘這些東西 反請銷補貼 這個形式一定 八竿子扯不上 所以XXYY都不對 一直被我們從2019年的9月份 一路笑到了2020年之後 他呢 2021年的3月份 突然蹦出了一個人說 這個是在蔡依依的這個 他的辯護律師連元龍 偷偷的遞給台北地方法院的一個 狀子上面寫說 告訴人印象中口試委員上友 Richard Dale 所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 好不容易偷渡了一個 跟反請銷稍微有點關係的 一個法律上面的這個教授 叫做Richard Dale 而他是唯一一個比較有可能的 是因為 他是唯一的一個外部委員 就是不是倫敦大學的教授 所以他知道說他不渡一個 外部委員的話 他這整個騙局就被拆穿了 但是這個百密一書 他這個從外部偷渡進去的這個ZZ 被法院給揪出來了 法院說這件事情呢是 是一個來自蔡英文的E-mail 把這個名字放進去的 所以這整個局啊就這樣子 幾率就沒想到呢 敗在一堆 主班隊友的手上 最後被行政法院 給E-E救出來了 好什麼叫做XXYYZZ等於E-E呢 就是 那個英國行政法院的判決書上寫 這不是我開玩笑的 他真的是這樣講 他說 那蔡英文的那個 口試委員 在2019年以前呢 他們看到的文件當中 曾經出現過XX跟YY兩個人 他們在那個 就是故作神秘其實 是XX就是蔡同學講了很久的 Michael Elliott 這個Michael Elliott呢 第一次出現在台灣 這個民眾的眼前 是在2019年 9月23號的記者會 可是你知道嗎 他在9月4號的總統府的臉書上 第一次出現 竟然把名字都寫錯了 錯的跟什麼一樣呢 錯的跟蔡同學的 所謂博士論文裡面的感謝頁 他怎麼拼的呢 他把他的所謂的這個指導教說 拼成E-L-L-I-O-T 可是他的指導叫做真正的名字 是E-L-T-T 全世界你可以找到第二個學生 到一個學校去念書 留下來的資料有278頁嗎 我原本會以為說這278頁 是不是把他那個黑皮書啊 把什麼東西都放進去 結果更可笑 他這278頁裡面呢 真正跟他的所謂論文有關的 是他的202頁到203頁 幾頁呢 兩頁而已 還有236頁到237頁 有幾頁呢 兩頁 他一共只有四頁是有關於 1981年3月份 蔡英文的論文研究計劃 可是1981年3月是什麼時候呢 是他剛剛要進入MPO的時候啊 這不是他的博士論文啊 一共有四頁 再來238頁到239頁 以及269頁到270頁 一共有幾頁呢 四頁 這四頁是幹什麼的呢 這是蔡英文1981年7月份的論文大綱 你看喔 他講了半天都是他的MPhil到PhD的Transfer 就是所謂的資格考的論文大綱 一共有幾頁 一共有六頁 278頁裡面 真正跟他的Transfer的論文有關的 只有六頁 那剩下是幹嘛呢 繳費紀錄 你有聽說過 任何一個學生在學校的繳費紀錄 是被保存三十四十年的嗎 會列入學生紀錄嗎 我隨隨便便英國籍的還有中華民國籍的 加一加至少十二人以上 那我們就不急嘛 我們就一個一個分開告啊 一按一按分開告嘛 先挑Kevin Hanks的原因 應該有經過你們的評估嗎 是不是因為說 因為他是一個法務主管 這個稍微懂一點法律的人 我們先針對他 但後續是不是進行會更順利 他是直接被那個英國的法官 Alice McKenna打臉的啊 就他直接被 也被他的下屬打臉 就是說他提供給 因為我這次告他先告民事嘛 因為形勢是 要牽涉到國家的偵查 所以形勢會比較政治化 那而且雙方之間沒有司法互助 會變成是他們逃避的 或者是操縱的一個藉口 但是民事官司沒有啊 你很多的這個傳物糾紛 商務糾紛 專利糾紛 全世界不管你國界嘛 反正你如果你認為 你的利益被侵害 你要損害非常 就會打民事官司啊 所以我先要告Kevin Hanks的是 你提供給台灣法院 跟地檢署用來起訴我 以至於後來通緝我的那些證物 被英國的法院證明為市委證